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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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刚刚讲的一些故事 那种情绪 科技跟科技的发展 在宇宙上不相识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总之呢 我们有了这些工具之后 我们就会探究更微小的世界 那我们可以看到细胞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细胞的图形 那当然它的重点就不是单纯的 但结果我们现在也就记住要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细胞里面 那细胞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织合细胞为例 那有了细胞的话它比较小 这个 度量额比较二维上面大概差了十倍 大概差了十倍 也就是长度大概差了十倍 那你当然就可以想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 开始分成各个部位来看 当然也就不外乎细胞额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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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附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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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结合在一起进展染色质 要细胞分裂的时候 荷膜荷人会消失 然后呢 染色质会变成染色质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一句话 荷人是核症荷充体的装作 所以呢 荷人的这个构造 它的成分就是RNA再加上蛋白质 荷充体RNA就是RNA 再次与来自细胞质的蛋白质 组成荷充体次蛋位 然后再经由核酵送到细胞质中 结合为核糖定 这个定量会有一点学 我们稍微花时间讲一下这个 因为其他东西我们以前讲过 都不再特别讲话 所以呢 话说这个细胞里面有RNA 然后它不是这个 推子生物学中心法则 或我们讲基因要表现的时候 它会translate 然后是不是会变成RNA 那是不是会有这个RNA 然后会有RNA 对吧 然后会有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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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这边 对我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就会跑出去 对不对 跑出去啊 它这个界线是什么 这个界线就是核膜 核膜 核膜 对不对 它就跑出来 所以它是会跑出来 所以它是会跑出来 那跑出来之后呢 当然它是RNA 跑出来之后经过修饰 变成了从 去过mRNA 变成了去过mRNA 然后去过mRNA才会跑出来 去过mRNA才会跑出来 然后跑出来之后的话呢 当然其实 谁也会跑出来 drnA也会跑出来 对 drnA也会跑出来 drnA就没有什么修饰的过程 然后这个mRNA跟drnA 他们其实 当然就 这个mRNA上面就有讯息 drnA就会帮忙带胺基酸 然后就会做出这个半白值 这边是translate 这边是转译 知道我在讲讲吗 然后呢 然后这个半白值 再回来 再回来 然后回来的里头呢 再跟RNA接在一起 蛋白质回来 是蛋白质 RNA跟这个蛋白质 就会组装在一起 这样子是什么 这样子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回当地的次单位 知道我在怎么做 然后 可是你如果仔细去思考 或者去推论 你会觉得很坏 它是不是要有次单位 然后呢 大小的次单位 平常是分开的人 记得吧 它只会在成就 mRNA的五段上面结了 我们讲 然后往三段划通 所以 你是不是先要有核糖体 才能够 把mRNA的讯息 然后drnA 带胺基酸 不然它是个超短 才能做出蛋白质 然后呢 所以 核糖体本身有蛋白质 核糖体的蛋白质 怎么来的 细胞质里面的核糖体 做出来 中心去给它 所以核糖体 它来自前一个核糖体 做的蛋白质 就是这样的这个核糖体 那前一个核糖体呢 就是来自这前一个核糖体 你觉得这样推起来 跟摄影起来有点像 对不对 那第一个核糖体 是怎么来的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所以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用心去 等会你可以 写成多少次的论文 或查多少资料 我会很感谢 好 所以 我这样 看懂我在写什么吗 所以 单就要做核糖体这件事情 你看有多麻烦 所以呢 首先 当然转 转路出来的 以mRNA为模板 做出来的就是RNA 那RNA就有三种 那 RNA它就在西方 然后它就在细胞核里面 这是细胞核 这边是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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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就会出去外面 出去外面 然后呢 共同合作 然后做出蛋白质 蛋白质送进来之后 再跟RNA结合成 次单位而已 然后再出去 所以平常它大小两个次单位 都是分排的 那我们讲大小 那我们画图就画一大一小来 可是其实科学家有比较严谨的说法 再描述 他们有用一个很特殊的单位 叫做 Sedgmentation Coalition 叫做成降系数 Sedgmentation 听得懂 可以怎么加一点 Sedgmental 就是很沉淀的 沉淀固成基物 或东西沉淀这样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研究的东西 叫做成降系数 用来表示核糖体的大小 要做一个单位 是不是 所以就可以测出有 它的次单位 跟小的次单位 然后后来发现 核糖体 细菌也有核糖体 对不对 但是细菌的核糖体 与我们蒸和气泡核糖体 就不一样 还是成降系数的不同 他们是70S的 也是80S 但其实就不一样 不是 然后呢 我们之前有没有说过 核糖体跟叶玉体 是这个内共生来的 对不对 原因有非常多 但是他们发现 核糖体里面的 核糖体跟叶玉体 里面的核糖体 是不断接近细菌 不是我们讲的 但就跟这个成降系数有关 我是说大小的 像不像 就是成降系数 那核糖体的话 它是构成蛋白质 就是核酸式的工作台 然后它有这个大小的次量位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以前很会讲过 核糖体 它其实有那种 在细胞质里面 或附着在内脂网上 那在细胞质里面的 通常做出来的核糖体 所以做出来的大白质 大概就是留在细胞的自己中 然后呢 附着在内脂网上面 它就有可能会变成包气 例如说中壁 是这样做出来的 它有可能被误出到外面 那话说 附着在内脂网上的核糖体 就会让这个内脂网 变成什么内脂网 对 变出到内脂网 被R12 还记得了吗 R12 我们接下来讲细胞的结构 那我们要讲细胞质以前 当然前五几 因为刚刚就讲细胞核脂 因为核糖体一掉 就掉到细胞质了 对不对 细胞内充满流体状的 胞质液 当然这个字也可以念叶 其中含有各种包气及细胞质 那细胞质的话呢 这个我没有要特别写了 你愿意就抄不按这个字 看一看就好 那我们讲这个细胞质 这就是细胞质 那细胞质其实它的定例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细胞 细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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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位置就是细胞 细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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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個細胞你也可以說是膠狀基質構成的 那這一團膠狀基質你可以說就是構成生命的物質 那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膠狀基質就是膠狀基質就是膠狀基質 膠狀基質就是膠狀基質就是膠狀基質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細胞質 細胞質的位置是這樣 細胞質的成分主要是膠狀基質 然後接下來又可以分成另外兩種分別 這分別是什麼 分別是當作為持住 或者是構除出這個細胞的形狀跟大小 那那個的話就叫做什麼 那個就叫做細胞骨架 這個是我們在基礎生物比較沒有看到的 所以呢這個細胞骨架 它就是不容於水的纖維狀蛋白質的構成 它會構築出建構出整個細胞的大致的模樣 就像是一個地方先有一個陰架 然後搭起來 然後當然這個陰架跟陰架之間 當然就會充滿了膠狀基質 另外還有值得我們一談的是什麼 就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構造 那個詞叫做什麼 叫做organic 包氣 它就是organ 器官那個字的字為變化 organic 那個就是套氣 所以看你要再寫套氣 或者叫做具有特定功能的構造 為什麼 因為高中老師對於包氣的病液很簡單 當然高中老師不會提亂雙中心 所以那就是以前 東西比較單純的時候 的客人會教授的是這樣的定義 但是現在的教授們 對於包氣的定義有各種部長的想法 所以包氣這個紫電的部長 有人記得嗎? 好 李高利老師有跟你講過嗎? 包氣的定義為什麼部長 在哪裡? 就是我剛講 我現在要說的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構造 對不對? 就把它叫做包氣 但是現在有不少教授認為 話不是這樣講的 具有特定功能的構造還蠻多 但是包氣一定要有魔法文 教授認為包氣一定要有魔法文 我們的分道比較簡單 它不是有分成魔狀構造跟非魔狀構造 其實也就是魔狀包氣跟非魔狀包氣 所以我們會覺得核糖體跟中心體都是包氣 但是用我剛剛講的標準來看 核糖體跟中心體都不是包氣 因為它沒有膜 它這邊有跟上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體積我剛才已經說了 當然如果你抄一次抄的沒關係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細胞質 它的位置跟它的主要成分 還有在其中的可以分成兩大部分 就是細胞質量很好吃 那當然科學家後來不是只看到細胞而已 他們後來就用一點胸甲的方法 就把細胞卡順 然後接下去去理解 然後你因為轉速的不同 就可以把東西一層一層的分出來 然後再去分析 這就是研究包氣的開始 就開始能夠把裡面的特殊構造 把它分體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來研究 然後才慢慢堆疊出 我們課本裡面的這些知識 所以這是非常辛苦的研究過程 不過科學家已經做到了 好 那我們就來談一下 細胞股價的包氣 這樣 OK 好 那細胞股價的話呢 這個細胞它並不是水 然後外面有油 包出來的裡面還是有油膩 它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是這麼簡單 形狀這樣會亂變的 對不對 或者是表面張力 會拉前球狀 但是沒有 細胞有看自己很酷的形狀 甚至有一些細胞還可以改變形狀 那為什麼呢 這個就跟細胞股價有關係 細胞內 當然主持的主要是細胞質內 除了各種包氣管 也有許多細胞質狀的利益網狀結構 然後就成為細胞股價 這個很好拆字根有沒有看到 Cyto是細胞的字根 放在字首或中間 這個不會講過嗎 放在字尾的是Sypt Cypt 對不對 放在字首跟中間的是Cyto 後面這個是Galatin 像你大家會 對不對 骨架或骨殼 骨頭的話是Bong Bong的時候是指定的 好 它可以提供支池 那它就是一些 不溶於水的纖維狀淡感 質素的構成 那細胞骨架呢 就可以分成三種 圍管中間思圍絲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圍管 它可以維持形狀 然後可以當作細胞運行時的軌道 大家以前做實驗的時候 看水運沙 你有看過原生磁流嗎 看到葉維碧 一顆一顆在裡面 不然會上去 所以不管這個 所以其實 或者是說 哪怕不管是外面 吹進來的東西 或裡面運出去的東西 它其實都有在回到小片粉 只是我們它不見 一般的方法不見 那圍管其實非常重要 圍管它其實 除了幫忙 這個堵出細胞骨架裡面 這個直徑比較粗的這種 這個硬架之外 另外它擴成細胞 這個裡面包氣移動的骨架之外呢 沒想到我們的這個中心體 我們細胞分裂時的形狀體 把垂絲漏在外面 幫忙移動的鮮毛或鞭毛 它的成分 竟然都跟這個圍管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在看到還有中間絲 主要是在維持細胞形狀的意思 那接下來這個維絲就有趣了 因為維絲大部分是牽涉到什麼 東西的運輸跟細胞形狀的感電 所以細胞形狀的感電 它本來跟維絲有關係 跟維絲有關係 包含我們講到 細胞形狀感電之中的蕎楚 就是維絲細胞還有肌肉細胞 維絲細胞不是會變形運動 伸出尾足把東西混進來 對不對 還是會這樣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什麼 肌肉 肌肉會藉由細胞的縮短 來提供它的力量 那以前對家就很好奇啊 就很好奇說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一個做到可以變短又變長 你到底是什麼材質啊 怎麼這麼好 後來發現 它其實並不是真的變短或變長 而是它裡面很特殊的結構 肌肉細胞的收縮過程中 肌肉蛋白絲與精靈蛋白絲 交互交錯滑動 它其實是彼此之間滑動的造型 同我的意思 它不是說一個東西變短或變長 而是我彼此之間排列的比較鬆 然後就會比較強 然後門過滑進來就會變得 它中間很複雜 它以前舊教才會講 結果現在這個缺乏沒有講 我覺得 我覺得蠻可惜的 好 半天很複雜對不對 我們再怎麼說一次 所以呢 細胞 它並不是油包著水的一個 裡面裝水的油液而已 沒有那麼簡單 它其實裡面有骨架 有冰架有施架 構築出它自己該有的模樣 還有包氣跟拿耗在裡面運行的軌道 在必要的時候 特殊的細胞還可以改變形狀 所以這種細胞形狀的維持 物質運出時的軌道 還有細胞形狀的改變 都是由細胞股膽來幫忙玩 那麼可以... 好